大家好,小弟晚上走去吃宵夜 小弟帶大家去吃宵夜,這裏是胡志明市提案 這裏就是這樣 大家好,小弟想幫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粉麵 應該是那些食感粉麵,食感什麼都有,有蝦,有魚圓,有豬肝,有叉燒,兩個叉燒,三個叉燒 第一個是豬骨,粉麵是這麼多,有一個海鮮是這麼多 小弟請大家試試一下,先試一下湯,先試一下 湯都可以,可以吃一下,試一下肉 小弟請大家吃一下肉 叉燒肉 好,不錯 都可以不夠 四萬元,二幣 都可以吃一下,不錯 不用說,魚蛋,牛肉麵,差不多 湯,湯,麵 還有麵 看見不見麵 看見不見麵,用淡淡牙 其他肉都差不多了 試一下湯麵先 湯麵先 湯麵主人要 哇,湯麵都可以 打麵 吃得效,這個鮮蝦 都不太算,都可以 試一下幫大家說聲拜拜 有很多辣椒 非常棒 小弟已經吃完了 現在是時候 走回去酒店睡覺了 好了,就這樣吧 大家 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鴨仔蛋 鴨仔蛋 鴨仔蛋 這個碗是 椒鹽 椒鹽 鴨仔蛋椒鹽 這個就是 一個刀 元南話的刀是刀 過年過次的刀 捏下去 捏下去的胡椒鹽 然後 攪拌 這些 元南話叫鴨仔 中文就不知叫什麼 不好意思,翻譯不到 還有一種菜 咬下去 這隻金金 好像有點苦 我不太記得 這隻鴨仔蛋 鴨仔蛋 一會兒 小弟幫大家 打開頭 然後滑出來 如果年輕的蛋 在蛋 如果老的話 就會看到鴨仔頭 他們說吃得很飽 小弟 先試鴨仔蛋 現在這裡是燃爛胡志明寫 現在這裡是燃爛胡志明寫 這樣一個情況 這裡吃鴨仔蛋 又看車 夜市 吃宵夜 小弟去吃宵夜 吃鴨仔蛋 欣賞這車 就是這樣一款 八千元 八千元 二幣 那婆婆 當小小的 鴨仔蛋 現在 蟨仔蛋 我現在要拌 鴨仔蛋 這樣拌 鴨仔蛋 鴨仔蛋 到其中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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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滑出来了 一只手吃也挺麻烦 要两个手才行 不要紧了,尽量 这位婆婆说一定要有两个头 肥肥的就放在上面 头放在杯里面 不要打错 小弟帮大家分享吃鸭子蛋 有两个头 尖头放在杯子 肥肥的在上面给你打 不只按摩 不只按摩 很厉害 会吃鸭子蛋 会 meetings 会怎么打摩 信不信 打 реш 慢慢切出来 看到水啊 开始看到水了 好 小弟手做一只手 录给大家看到 啊,哇,真是,就這樣一本了,鴨仔蛋了 啊,完了,鴨仔蛋,有水出來這麼快 哎,真的有水出來 撕大一點,有水出來 這種水呢,就你吸它,有味道的 不是說笑的 絕對有味道 大家好,已經開了,是時候要喝點水了 大家看到這些水嗎,像鴨仔蛋 這隻蛋,你可以選擇的,有年輕,有老 這些老,你會看到它的頭,骨,很酸 如果是年輕,吃這些是蛋 根本你見不到骨,頭和腳 所以大家要知道,鴨仔蛋要吃年輕 不可以吃老 吃得很酸,看到頭和腳 好,小弟看看大家吃鴨仔蛋 你看看,鴨仔蛋蛋已經吸收了,先吸收了水 然後呢,放少許胡椒分下去,才放這些香菜 就是這樣 大家看小弟怎樣吃 鴨仔丹這樣吃 放少許胡椒粉 鹽胡椒粉 如果想吃辣椒放辣椒 不想吃就不放 小弟不吃辣椒 放在那邊 他給了我 我沒理會放在那邊 辣椒我不吃放在那邊 我現在只吃胡椒粉和鹽 放在一起 接著怎樣呢 接著怎樣 唉 不停滑就吃 不然用這兩個手 還是方便些 小弟現在正在錄 錄 很難吃 一隻手 錄一隻手 錄一隻手 吃都挺難的 不要緊 什麼聲音 好小弟請大家吃 鴨仔丹 吃一匙 吃一塊鹽 不停吃 拿一塊葉送來 小弟請大家吃 嗯 都ok 一葉 可以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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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小弟幫大家說 吃一匙 吃一匙 就一個葉 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又 就撕了一塊葉給大家 這個香葉 再吃多一匙 其實這隻鴨仔丹 挺好吃的 給大家看一下 鹽南鴨仔丹 鹽南鴨仔丹 是一樣的 一隻手吃一隻手做 ok 不過兩隻手都容易吃 一隻手很難吃 不要緊 試吃一下 这只是后生鸭子蛋 所以你们永远见不到骨头的蛋 你看看鸭子蛋 是不是见到只蛋 这只是后生鸭子蛋 所以见不到有头有骨 见到蛋 所以最適合被人害怕吃鸭子蛋 这只鸭子蛋 初学者吃得对 没有头、尾、尾 只鸭子蛋 如果你们选择老 就死了 见到鸭子鸭子蛋的头有 明白吗 这个就是小鸭子的经验 这个是年轻的 可以了 吃了 吃了一口 然后吃一口 盐 不错 这样 吃热了 是时候说再见了 吃鸭子蛋就是这样 一边吃一边看风景 烟纜就是这样 街边档 给大家看看街边档 就是这样 一边吃一边看 人们走来走去 看迷车 就这样 就这样 好了 是时候说再见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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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